行业火热 哪怕已经入行六年 查全林依然记得那场特殊的葬礼 那时他刚考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长沙民政的殡葬专业 得知了一场学长学姐们策划的告别仪式 逝者是一位19岁的男孩 热爱踢球在球场上意外离世 查全林的学长学姐们将男孩的灵堂布置成一个微缩的足球场 墙上挂着他的球衣 球鞋 骨灰被安放在球网下 每位来宾都会在足球上签名 他们胸前带着男孩生前最喜欢的花 一只洁白的马蹄脸 父亲捧着男孩的骨灰入场 推开门的瞬间 场上响起了球赛开局的哨声 一起参与的查全林很想落泪 会觉得这是比赛的开始 也是生命的结束 这个策划跨越近半年 最初是由同样热爱足球的男孩父亲提出的 但母亲排斥与足球有关的一切 男孩的骨灰已经存放了两年 迟迟没有下葬 每隔一段时间 查全林的学长 学姐 就会上门给这位母亲做心理调节 慢慢的 母亲开始谈起男孩的过去 展示男孩在足球场上奔跑的照片 小小的身体穿着条纹衫 看起来很开心 最终 男孩母亲接受了这个策划方案 从那天起 殡葬专业四个字 在查全林心中有了不一样的内涵 他终于理解了 课堂上老师强调的 让试者安息 让生者满意 以及殡葬服务学这本书里 中国现代殡葬 职业教育开创者王夫子 写的一段话 由于殡葬服务归根结底 是满足生者的心理需求 因而殡葬服务的更重要的对象 仍然是生者 作为一门特殊的服务行业 殡葬此前算冷门专业 2017年 查全林是整个大理事专科提前批理 唯一选择殡葬专业的 但他感觉到 从前两年开始 殡葬专业慢慢变得有热度了 比如殡葬题材的影视剧多了 电影《人生大事》和《保你平安》里 两个主人公都在殡葬行业里打滚 莫三妹被称为众星星的人 为平安界由目的推销员的角色 完成自我救赎 网剧三月有了新工作 也涉及到殡仪馆的工作日常 在豆瓣获得8.4的高分 殡葬专业的火热 反馈到乙延峰身上 他是今年殡葬专业的大义先生 在小红书上晒出录取通知书后 他收获了两万次点赞 近一万条评论 向他咨询专业报考的人多起来 高薪 高就业率 适合社恐 几乎是最常看到的三个形容词 到了今年6月25日 赶上毕业季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师赵宇 在采访中表示 殡葬专业的就业率 基本能达到100% 100%就业率的微博热搜出现了 其实 报考时的查犬灵 也碰到过类似描述 网上会提到 毕业后有很多单位选择 他向一位学姐求证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因此 他放弃了家乡的烟草栽培 与加工技术专业 选择来到1500公里外的长沙就读 2012年至2018年 可以称作殡葬专业的黄金年代 卢军过去曾任 长沙民政殡仪学院长 那时 他几乎不用贵就业数据操心 优秀学生在毕业前 能收获十几个单位的邀请 去往殡仪馆 公募和殡葬服务公司等 康文斌踩在了黄金年代的尾巴上 2018年 他从殡葬专业毕业 曾见证过 2015届毕业生招聘会时的盛况 学校设置了单独的场馆 专门供殡葬行业的企业进行招聘 数量超过200家 同年 学校这一专业的毕业生 仅有300余人 专业人员的缺口 从2000年开始就已存在 最初 殡葬被认为是纯粹的体力活 从业者地位低 没什么学历 由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承 最初几届毕业生找工作时 有些毕业馆馆长会直接说 我们就是个烧死人的 还要雇大学生干什么 谈论毕业文化和服务标准 几乎成为一件可笑的事 他们只会跟毕业生们交流晚饭去哪吃 或是这瓶酒该怎么喝 但殡葬专业被行业接纳 并未耗费很长时间 馆长们很快注意到 这些学生和社会上招来的人完全不同 他们掌握更现代的技术 真的把这件事当服务来做 适者家属们也更满意 卢军觉得这个行业一直缺专业人才 相关的职业教育从1995年才起步 从业人员可能有几十万 新增需求达上万人 目前中国有八所高职和中职院校 开设了殡葬专业 2023年又新增两所 每年毕业的学生也才接近1000人 从他们就读于这个专业的第一天起 有关殡葬的一切学习已经开始 两个课堂 我爱你们 虽然很突然 但还是要说一声再见 格尹嘉欣写完了人生的第一封遗书 2021年 他考入长沙民政的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 这是死亡文化学课上 老师布置的第一次作业 请把我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 可能因为想你们会回来看看吧 能不能让我班级同学 给我办一场葬礼 他也看到同学们在遗书中 谈论朋友家庭和遗体处置方式 在这门课上 格尹嘉欣第一次讲述了自己曾经面对的死亡 初中时 他的发小音突发脑医学去世 在葬礼上 他第一次意识到 不久前见过面敌闺蜜 昨晚还在为彼此点赞的朋友 随时可能会离去 这件事自此埋在他心里 也是他后来进入殡葬专业的深层原因 卢君曾连续几年做过殡葬专业学生 学习动机的研究 2010年前 有60%的学生 因为好就业选择这个专业 但2012年之后 就读动机发生显著转变 80%以上的学生 填写的理由是 家人亲友从事或感兴趣 格尹嘉欣就是在父亲的建议下报 讨了殡葬专业 他的父亲在东北一家殡仪馆 工作了接20年 在父亲刚成为司宜那几年 他会听着他练习讲稿 直到背熟 对他而言 进入这个专业 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而一旦真正进入这个专业 除了直面死亡 也要学习如何妥贴的处理死亡 大到操作火化机 小到完成炉前的告别仪式 他们会在归胶的手臂上 模拟缝合皮肤 将陶尼附上头骨模型 捏出轮廓 在彼此的脸上练习化妆 格尹嘉欣有时候觉得 自己学习的是美术生 医学生的技能 除此之外 现代殡葬礼仪 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在这门课上 他能策划模拟告别仪式 查学龄的课程也是如此 每一年的校内职业技能大赛上 老师都会给出一些参考人物 由学生们策划仪式 查学龄为凉山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员们 策划了一场追思会 其中有个环节是母亲朗读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 孩子 大火烧在身上的时候 疼吗 妈妈猜想 开始肯定很疼 然后会麻木 也有课程难度很高 民政智能化技术的笔记上 格尹嘉欣 反复涂抹着字节 字符程序 一旁画着满脸问号的小人 这门课的老师 以前参与过直升机制造 卢军在2000年进入殡葬专业 成为设备班的第一批老师 当时距离长沙民政 在全国首开殡葬专业 仅过去五年 防腐整容的老师来自临床医学 殡仪服务的老师 多来自社会学 历史学和民族学 而卢军本科学的是机械制造 研究生读的是软件工程 卢军将当时的设备班教学 称作三无 无老师 整个殡葬专业的老师 加起来不足十人 无教材 只有操作性的讲义 无设备 学生们实操 需要去附近的殡仪馆 卢军到学院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编写火化机原理与操作 他到全国各地的殡仪馆 火葬场 了解操作流程 去火化机生产企业 学习设备构造 再将资料一张张编辑起来 寄给一线的师傅们看 前后跨越了两年多时间 殡葬专业的每一门课 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探索过程 2011年以前 殡仪学院一直是独立的二级学院 即有现代殡葬技术 与管理一个专业 2018年 长沙民政进入双高校建设计划 将殡葬专业 归入民政与社会工作学院下 逐渐发展出殡葬设备 与维护灵源服务 与管理遗体防腐 与整容等专业或方向 学习之外 还有长达七个月的时间 需要学生进入殡葬行业实习 他们会经历在内勤 服务和业务等环节轮杠 接触到公募管理 火化 遗体接运 避移服务 防腐整容等各个工种 这和课堂上 普世性的操作规范很不同 比如 真正留给仪式策划的时间 经常不到一天 而不是课堂里的一周 给适者化妆时 化妆品不是固定的 上海习惯用油彩 而浙江更考究 会直接使用普通的化妆品 给年幼的适者穿过几次衣服 查学灵就发现 为了方便为适者沐浴和穿脱 师傅往往会建议家属 买比平时大一号的尺码 缝合硅胶模具 和缝合遗体皮肤也完全不同 前者是厚厚一层 很容易下针 而后者则非常轻薄 皮下还有脂肪 下针力度要轻 很多学生也是第一次与适者接触 查全灵将其称为内心的突破 19岁的冬天 他来到吴州市殡仪馆实习 在医院漆黑的地下车库 接运一具在冰库里 放了一个多星期的遗体 退出来的瞬间 遗体表面结了一层霜 他戴的硅胶手套粘在上面 遗体连带手套往下滑了十几公分 他内心咯噔了一下 师父在一旁却很淡定 他告诉查全灵换副手套就好了 20分钟后 他接到另一具刚离世的遗体 寒风吹过的手接触到遗体腋下的余温 产生了一种被火灼烧的错觉 当天晚上 他本以为自己会做梦 梦到白天工作的场景 但洗漱后很快就睡着了 根本没时间害怕 忙碌的工作会让你很快适应环境 实习中 社会对于殡葬的误解 几乎是学生们无法回避的 早些年 卢君经历过一个画面 遗仪馆的门口 一位火化工去小卖铺买烟 老板娘让他把钱丢在柜台上 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根小棍子 把硬币赶到了抽屉里 浙江的一家遗仪服务公司 康文斌和同事们会很默契地 只把家属送到小区门口 不会陪同他们进入家门 告别时也不会说再见 隔引嘉欣遇到过司机 只愿意送他到距离 避仪馆500米的地方 送到门口也不是不行 但需要发个红包 讨个彩头 最后的体面 毕业后 殡葬专业大部分学生的去处 是避仪馆 殡葬服务公司和墓园 但因为供需关系的变化 100%就业率并不是全部的真实 20年来 近2万名毕业生流入市场 他们替换了殡葬行业的老一辈 拥有更长的工作寿命 殡葬专业的变化 已经率先被毕业生们感知 2019届的詹竹岳 在实习时就发现 空缺的岗位并不多 很多带编制的岗位不再放出 他毕业当年的招聘会 只来了100多家殡葬企业 而一年后 隔引嘉欣参加招聘会 企业数量下降至70家 詹竹岳形容自己 是被热搜骗进殡葬业的人 每到志愿填报季 他总能发现殡葬与 高薪挂钩的言论 读到90后女生殡仪馆上班 1600元一天的新闻时 詹竹岳有些愤怒 这完全就是骗人 他所接触的招聘信息里 工资基本是底薪加提成的形式 底薪在2500元至4000元左右 很多岗位要求从业者 具备私宜 插花 防腐 整容等多项技能 也对工作时间做出严格要求 比如 节假日需要值班连续32个小时在港 哪怕是在一线担任入链式的茶权林 他的薪资已经属于中上水平 也没有网上流传的那么高 在给网友的回复中 他坦言 我上二休二 没有法定节假日 有无险 没有一斤 包吃包住 月薪在6000至8000元 遇到紧急情况 他还得回殡仪馆加班 康文斌也曾连轴转40个小时 由于无法承受长期熬夜 他已经退到二线 成为一名后勤 一线的工资 会比我们高2000到3000元 最多的时候 他们加上提成 能到一半左右 但他也补上一句 但我不羡慕他们 做一线实在是太累了 大概有30%的人 最终会选择转行 现实的工作 也会让他们更深刻的理解 在死亡这扇门的两端 人性复杂 很多人要为人生这最后一件事 花上最多的一笔钱 搏一下最后的体面 查全灵接送过一位 患癌去世的女士遗体 才28岁 受到只剩骨架 手腕稀稀小小 她丈夫的第一句话 是询问送往避仪馆的费用 红着眼睛说 我医治 她已经花了好多钱 我怕身上的现金不够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 查全灵安慰她 不会花很多钱 骨灰盒也好 衣服也好 都是可以选择的 在她工作的避仪馆 会给遗体提供洗澡 穿衣 化妆的服务 包括给男性刮胡子 给女性修眉毛 甚至剪指甲 一整套流程是870元 便宜的骨灰盒 是有瑕疵的产品 售价是50元 售衣也分很多种 也有200多元的 第二天 查全灵在午饭时 听同事聊起 这位丈夫最后花了8000块 康文斌也遇到过一位老太太 她的老伴去世了 虽然家里经济状况非常差 女儿患有精神疾病 老太太依然想花工家里所有的积蓄 为老伴办一场风光的葬礼 我们知道 这已经超出她的承受范围 稍微有点良知的人 都会选择劝阻她 她和同事一遍遍对她说 这个钱没必要花 可以留给自己和女儿 但老太太的态度很坚决 康文斌最终也没能拦住 每个月 她也会碰上一两个难以沟通的家属 有些子女平时工作忙 陪老人的时间少 在老人突发疾病趋势后 就会报复性消费 进门直接对她说 按你们最好的来 却说遇到阻力 内向的康文斌都会有一丝后悔 曾经我以为不需要和太多人打交道 如果再让我选一遍 我可能都不会选这个专业 面对失控的家属 她需要更多的耐心去沟通 接受他们的痛哭 或是歇斯底里的愤怒 大操大半还算是轻的 更难的是和习俗抗争 康文斌遇到过家属要求 在出殡路上放鞭炮 被拒绝后 差点和她动手打起来 在一家殡仪馆实习时 她参与了八人抬关 接运车已经开到门口 家属说 这个方向不对 应该八个人抬着关 绕村子走完一整圈 这是一口石木棺材 将近六百斤 重重压在她和同事们肩上 时间一长 他们几乎难以喘息 这些是不是试者想要的 查雀灵经常会思考这个问题 在课堂上 老师曾告诉他们 葬礼并不只是黑白的 也可以是粉色的 如果一个人喜欢大海 也能布置成蓝色 然后用白色去点缀 撒上一些沙子和贝壳 2021年 查雀灵在湖北一家 碧衣馆坐入练师 第一次给意外离世的 13岁女孩化妆 兽衣的款式都很老气 查雀灵建议女孩父亲 买一件女儿喜欢的衣服 下午1点 父亲离开碧衣馆 直到晚上5点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 这是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袜口上戴着花边 配了一双黑色的小皮鞋 女孩的嘴唇已经发白 查雀灵给她涂了偏橘色的口红 在眼部画上亮晶晶的闪片 把头发盘起来 扎了一根粉色的头绳 这位父亲跪在女儿身边 对查雀灵说了见面后 最长的一句话 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化过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好看的一次 还有一次 是为一位青树的老人 举办葬礼 她的短发打理得很整齐 梳字放在头边 断了几个尺 身下是洗得有些褪色的床单 很朴素 常见的花色 她的儿子说 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 梳子和床单 葬礼并非一定要是铺张的 大开大合的 如果你能用逝者热爱的东西 跟她做最后一次告别 大概不会留遗憾 这是查雀灵觉得 工作有价值感的时刻 越来越多的逝者家属 也开始接受不同的告别 从一月教育专业毕业后 孙千月进入吉林市一家 新型墓园工作 与她想象中 阴森恐怖的氛围不同 整个地下墓园显得宽敞明亮 两侧分别有四间单独的墓室 放置骨灰坛的小格子上 雕刻着祥云 龙凤和莲花 最便宜的墓位是两万 位置较好的八万 能放下四代人的家族墓位 是六十万 在那些小小的格子里 有医生 运动员 也有八九岁的小孩 好像每个人 不管什么年龄 什么职业 都会走到这一步 孙千月记得 一位家属在墓位里 放了一个活影忍者的手办 家属也常给失去的老人 使用年轻时的照片 穿着笔挺的军装 或是梳着麻花便 康文斌碰到过一位特殊的客户 女性 三十多岁 打扮精致 问其给谁咨询 她总是支支吾吾的 一会儿说是给家人 一会儿又说是给朋友 来来回回了一两个月 康文斌的许多同事 都认识了她 一年后 康文斌接到去接遗体的电话 才发现就是那位女性 这是她从业五年来 第一次遇到 为自己咨询后世的年轻人 爱 死亡与教育 进入殡葬行业后 查学林发觉 自己与父母的关系 好像缓和一些了 她从小学三年级 开始住寄宿学校 与父母称不上有多亲近 最初报考殡葬专业 也有一丝赌气的成分 想离家远一点 但刚去殡仪馆实习的第一个月 她目睹了许多年轻人 因意外去世 回家路上 主动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 为有没有吃饭 或是钱够不够花 而是说 你才刚去 要是在单位过得不习惯 就先回家过年吧 她那时猛然发觉 自己是幸运的 父母和自己 都还健康平安地活着 频繁聊起工作后 她感到家人 对这份工作的态度 发生了转变 曾经避讳死亡的奶奶 慢慢开始问起她 那你有没有 帮她把衣服穿好呀 你有没有给她化妆 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查全灵和奶奶 睡在同一个房间 奶奶说 我为什么今天 要和你说说话 因为你一年 也就回来一两次 奶奶不会一辈子陪着你 不知道还能陪你 走多长的路 黑暗中 查全灵没有看清奶奶的脸 被过声哭了 死亡上面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沙 但奶奶就这样平静地把它揭开了 对于殡葬专业学生来说 死亡教育几乎贯穿于他们的每一堂课 除了现代殡葬心理学概论 临终关怀与悲伤辅导 生命文化学等与死亡生命 直接关联的课程 这种理念也逐渐引申到 机械工程类的课程中 火化机技术课上 卢军会告诉同学们 为何要推行火葬 火化前如何通过告别仪式 给逝者家属做一些心理安抚 死亡教育不应停留在殡葬专业 正确认识死亡 是教育最基本的层次 首先就需要开设相关的课程 据教育部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 国内已建设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 生死学 死亡的社会学思考等 五十一门视频 公开课与共享课 北京大学 山东大学 广州大学等 多所中国高校 都已开设死亡教育课 除了理论知识 也会涉及到写遗书 立遗嘱等课外实践形式 北京大学 死亡的社会学思考的 授课教师陆杰华 甚至觉得 从大学才开始 死亡教育 应该是相对有些晚的 在国外 有些孩子在三四岁时 就会阅读有关死亡的读本 了解生物的延续与更替 明白死亡是一件必须要面对的事 陆贵君是清华长庚医院 腾痛科的主任医师 他曾策划过一场生前葬礼 来宾们身着身色服装 他则躺在棺材中 静静听着每个人的发言 在采访中 陆贵君说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 接受自己完整的人生 而完整的人生 就包括死亡 这也是卢君所提倡的 体验师教育 逐步了解死亡后 才会知道生命的意义 然后去珍惜生命 把它当作一种责任 成年人还有一项课程 是学会如何处理死亡 以及死亡带来的情绪 有的中年人四五十岁 他可能对其他事情 已经知道很多 但对死亡几乎一无所知 康文斌经常遇到 不会开死亡证明的家属 他们不了解 去殡仪馆办理火化的 具体流程 很容易被民间 收费高昂的 丧葬一条龙坑片 查雀灵在网上分享了 他从事殡葬业的日志 那里就像一个小小的树洞 经常会有网友分享 自己亲人离世的故事 他能感受到 很多人久久无法 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 我希望有一天 能开一家 为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的咨询室 而类似的心灵抚慰室 已经在北京 重庆等城市出现 里面布置得很温馨 会有鞦韆椅 大的毛绒玩具 也会有钢琴 吉他之类的乐器 格尹佳新说 同样等待变革的 还有殡葬专业教育 2023年 殡仪学院被长沙民政 重新列为单独学院后 卢军期待学生们 获得更充分的成长 三年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太短了 除去半年的顶岗实习 和各种通识课 留给职业教育的时间 只有一年半左右 而如果专科升到四年制的本科 一年多的时间内 可以再多开十几门课 这样的期许 也许不会落空 2022年11月 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做好2023年职业教育 你招生专业 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 现代殡葬管理专业 被列入2022年 职业教育本科专业目录的 增补清单 隶属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高职本科专业层次 学生毕业后 将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 可能在未来 殡葬专业能发展出 一门独立的学科 卢军说 那时候 他将无需依赖考古学 历史学 社会学等其他学科 就能对自身展开探索